所以啊我们的溶液呢 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固态的溶液 比如说某些合金也会出现一些气态的溶液 比如说空气 当然这个空气得把空气当中那个灰尘给去掉 得假设假设那种完全纯净的这种空气 那么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均一的稳定的混合物 它也可以称之为溶液 当然它就不是一个液态的 它是一个什么气态的 这一点呢同学们只要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在我们的初中介绍 我们所学习的溶液基本上全部都是液态的 那么其次呢 张老师还要提醒同学们去关注的 那就是我们所遇到的溶液 它基本上都是无色透明的 但是溶液也并不全部是无色透明的 有些溶液呢 它也会呈现出一定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的硫酸酮溶液 它就是一个蓝色的溶液 那么随着以后我们学习的不断的深入 我们会发现成蓝色的溶液并不仅仅只有硫酸酮 而以后只要能够看到铜离子的这么一类溶液 它都是蓝色的 对吧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的硫酸液溶液 它就是浅绿色的 那么还有还有我们的高母酸甲溶液 它是紫红色的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大多数是无色透明的 但不能说无色透明是溶液所必须具有的可侦 这一点请同学们去关注 那么一个溶液它必须具有的特征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第一站中要求同学们牢牢关注的内容 那就是均一性稳定性 另外它得是一个什么混合物 也就是说你真正的去判断 一个物质它是不是溶液 你只要去关注均一性稳定性混合物就OK了 你首先得看它是不是混合物 如果不是混合物它不可能是溶液 你比如说我们纯净的水是透明的 纯净的水是透明的 对吧 它也是个液体 它也是一个无色透明的液体 你不能说它是溶液 因为它连混合物都不是 那么当它是混合物之后呢 你要去看看它是否满足均一性和稳定性 所谓的均一性指的就是各部分的性质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你无论从上面取一点 中间取一点 还是下面取一点 它们的组成成分完全相同 它们每一种物质之间的百分含量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叫做净一性 而稳定性呢 则是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时候 这一个溶质和溶剂不分离 也就是说这个混合物之间是不会发生一些分离的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的硫黄钠的水溶液 你净制之后呢 它依然是硫黄钠的水溶液 它不会分成水和硫黄钠两个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是泥沙 在水当中你不断的搅拌 你遭到的泥浆 你净制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会发现上层是水 下层是泥沙 它就发生了分离 所以我们的泥浆 不能称之为稳定性的混合物 所以泥浆它就不是溶液了 对吧 但是绿化钠的水溶液 它就是一个溶液 所以我的同学们 真正理解溶液 其实就是这么去理解的 就是均一的稳定的混合物 那同学们可能又会问 他老师呢 为什么我们课本上对溶液的定义 要把它说成是一种 或多种物质分散到另一种物质 当中所形成的 均一的稳定的混合物呢 它实际上只是告诉你 这个溶液形成的过程 让你去理解溶液的组成 分成两个部分 溶质和溶迹 仅此而已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溶液的形成 对吧 在这里主要是看溶液的组成 以及溶液的特征 我相信你们理解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轻松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简单的去看一看 在这里所涉及到的一个 溶液的良度的问题 那就是溶解度的问题 那么当我们去理解溶解度的时候 我们自然也要去看一看 它的定义 所谓的溶解度 它指的就是在一定温度下 某固态物质在100颗溶解里 达到饱和状态时 所溶解的质量 被我们称之为 该固态物质 在该溶解中 在该温度下的溶解度 那同学们说老师呢 还有气态物质呢 气态物质在我们的初中阶段 并不做过多的设计 对吧 那么随着以后学习的深入 它涉及到了 江老师自然还会再和同学们去讲解的 那么现在我们不用去关注 那么同学们 当我们从这个定义的角度出发 你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 当我们去理解溶解度的时候 我们应该关注溶解度的这么四个经典的要素 首先第一个要素那就是条件 当我们去谈溶解度 一定要注明温度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个物质的溶解度 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所以后来才有溶解度 所以温度的变化 变化的这么一个图像 叫做溶解度曲线 才有了溶解度曲线的相关应用 这么一个东考化学 它必然涉及到的一个考点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也会在下一次课当中 给同学们做详细的讲解 今天我们暂且不说 但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理解溶解度的时候 要关注条件 但是在一定温度下 另外我们要关注标准 溶解度 它指责并不是说 饱和溶液中溶解的 那个溶质的质量 一定要把它转换成 这个饱和溶液中 每100克溶剂 这个100克是一个标准 然后最像最像是什么呢 不是整个溶液100克 是溶剂 溶剂是100克 这每100克溶剂中 所溶解的溶质的质量 也就是说这个标准 你非常清楚 在非常非常清楚的去了解它 对吧 要了解这个量是100克 要了解这个对象是溶剂 另外要关注状态 那就是此此刻 你谈到的这个溶解度 你像从溶液当中 直接去读这个溶解度 它的状态 它才形成一个饱和溶液 如果没形成饱和溶液 它所溶解的那个溶质的质量 是不能叫做溶解度的 那么再一次 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 溶解度 它是一个怎样的物理量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定温度下 A 饱和溶液中 每100克溶剂溶解 溶质的质量 所以溶解度 它是有单位的 它的单位 就是质量的单位 可 它其实也可以描述出 在这个温度下 每100克溶剂中 所能溶解的溶质的最大质量 这就是我们的溶解度 那么当然 从这个定义的角度出发 我相信你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溶解度 它的影响因素了 首先它肯定和溶质溶积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当然溶质溶积的性质取决于溶质溶积的种类 因为不同的溶质 不同的溶积 它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是内应对吧 当溶质和溶剂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溶质 它在这个溶剂中的溶解度 就只有温度有关系了 大多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它都会随着温度的升高 比如说小三甲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 会受温度的影响变化并不大 那么这个物质在初农之段 只要求你们记一个 那么还有极少数物质 它的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那么这种物质在初农之段 也只要求你们记一个 那就是氢氧化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 这个溶解度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来绘制出溶解度和温度之间关系的曲线 这就叫做溶解度曲线 那么对于溶解度曲线 今天我们就不去涉及了 下一次课 江老师会给同学们做详细的 专题的分析 好 那么同学们 当我们充分的去理解了这个溶解度的概念之后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饱和溶液当中 溶解度和溶质的质量分数之间 建立起一个联系 对吧 饱和溶液中的溶解度指的每100克溶剂中 溶解的溶质的质量 那么溶质的质量分数呢 又是溶质的质量除以整个溶液的质量 才100% 那么如果我用S来表示这个溶质的溶解度的话 那么OK 这个S表达的是100克溶剂中溶解的溶质的质量 对吧 那么这个100克指的就是溶剂 S是溶质 那么溶剂加溶质 那就是整个溶液的质量 所以此时此刻对于这么一个单一的饱和的溶液 它溶质的质量分数其实就是等于S 溶质质量 除以100加S 整个溶液的质量乘以100% 这就是 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那么同学们 当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了溶解度和溶质质量分数 这两个溶液组成的量度之后呢 我想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理解溶液的分类了 那么后来我们又把溶液分成了饱和溶液与不饱和溶液 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呢 就是站在能否继续溶解溶质的角度出发 在一定的温度下 如果这个溶液当中还可以继续溶解溶质的话 OK 它就叫做该溶质的不饱和溶液 如果不能再继续溶解溶质的话 它就称之为该温度下该溶质的饱和溶液 那么此时此刻 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之间就可以实现一种相互的转换 比如说饱和溶液要想转变成不饱和溶液 同学们 针对于那些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物质而言 也就是说针对于大多数的固体物质而言 你可以升高温度 对吧 本来是饱和的 本来已经不能再继续溶解了 但是你升高温度呢 它的溶解度增大 那意味着呢 还可以溶解更多的溶质 那么此时此刻就意味着在这个温度下 它还可以继续溶解溶质 OK 那就意味着它是在这个温度下的不饱和的溶液 这是站在温度的角度出发来改变的 那么当然你还可以增加溶剂 你加了更多的溶剂 对吧 刚才那么多溶剂只能溶解那么多溶质 你现在温度不变 你加了更多的溶剂 当然可以溶解更多的溶质 那么OK 你溶质没变的时候 就意味着此时此刻 我还可以继续溶解 那我当然可以转变成不饱和溶液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的同学们不饱和溶液 要想转变成饱和溶液的话 我想我们就可以降温 对吧 降低温度 本来我还可以继续溶解 但是降低温度呢 我的溶解度会变小 我溶解的就会变少 那有可能我一开始溶解的 就会达到达到我的最大量 我就无法再继续溶解了 我就达到了一个什么状态 饱和状态 那么当然我可以再增加溶质 温度不变的时候 加一点点溶质 你们说你能继续溶解吗 那我就加到你不能再溶解为止 那么也成了 饱和溶液吗 另外我可以蒸发一部分的什么 溶剂 对吧 你能继续溶解吗 不明我溶剂多了呀 我把溶剂再蒸发掉一部分 那就会发现 我不能再继续溶解溶质了 也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饱和的状态 那当然同学们说 老师 那如果是溶解度 所以温度的升高 降低的这些物质呢 那么它的饱和溶液 要想转变成不饱和溶液的时候 增加溶剂没有问题 另外你就不能升温了 你得降温 对吧 因为温度升高 它溶解度会减小 你降温呢 它溶解度会增大 它就可以继续溶解 那么同样 对于这一类溶解度 温度升高降低的物质 它的不饱和溶液 要想转变成饱和溶液的话 同学们蒸发溶剂没有问题 增加溶质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就不再是降温 它再是升温 当你升高温度的时候 它能溶解的会变少 那么可能就会变到 不能再继续溶解 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是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 以及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之间的 相互的转换 我们可以利用溶解度来判断它 对不对 那么其次呢 我们的溶液换一个角度出发呢 可以分成溶溶液与锡溶液 它利用什么来进行判断呢 利用溶质的质量分数来进行判断 溶和锡其实没有绝对的界限 只有相互的比较 当溶质质量分数大的 它就是溶的 溶质质量分数小的 它就是锡的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 溶溶液和锡溶液之后呢 我想请同学们特别关注的 那就是饱和溶液 不饱和溶液 与溶溶液和锡溶液之间的关系 饱和溶液 它不一定是溶溶液 不饱和溶液 它不一定是锡溶液 我说老师 你这句话让我理解起来 觉得有痛苦 他说饱和溶液 不就是不能再继续溶解了吗 而不饱和溶液还可以继续溶解 所以饱和溶液当中 溶解的溶质的质量 肯定比不饱和溶液中 溶解的溶质的质量要多呀 所以饱和溶液溶质的质量分数 肯定比不饱和溶液当中 溶质的质量分数要大呀 所以饱和溶液的浓度 肯定比不饱和溶液的浓度要高呀 所以饱和溶液就是浓的 不饱和溶液就是性物液 哪里错了 同学们 你的分析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正确的 但是它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温度在相同 对吧 然后你得是同一种什么 同一种 溶质 也得是同一种什么 溶液 如果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它的饱和溶液 一定比不饱和溶液的浓度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 饱和溶液指的是 每一百克溶液当中 溶解溶质达到最大量 不饱和溶液呢 是每一百克溶液当中 溶解溶质没达到最大量 所以很明显 饱和溶液中 溶质的百分比 比不饱和溶液当中 溶质的百分比要高 所以溶质的这两分数 饱和溶液 比不饱和溶液的要大 所以浓度 饱和溶液 比不饱和溶液的浓度要大 但是如果不是同一个温度下面 对吧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二十摄氏度时 硝酸钾的饱和溶液 假如说二十摄氏度时 硝酸钾的溶解度是三十六克 可以吧 那么此时此刻 它的饱和溶液中 溶质的质量 自然是用溶质的质量 三十六克 所以整个溶液的质量 一百克溶积当中 溶解了三十六克的溶质 这是饱和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如果我一下变成一百摄氏度的时候 同学们 我现在变成硝酸钾的不饱和溶液 一百摄氏度时 我们打个比方说 硝酸钾的溶解度是八十克 那么现在我并没有给八十克 我只给五十克行吗 如果我只用五十克的硝酸钾 我给它溶解在一百克的水当中 此时此刻 这个硝酸钾的溶质的质量分数 不就变成了五十比上一百加五十乘一百分之百吗 那么此时此刻你们会发现 它在高温下的不饱和溶液 它溶质的质量分数就会比低温下的饱和溶液 溶质的质量分数要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不饱和溶液的溶度就应该比这个饱和溶液的溶度要大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说饱和的是溶溶液 不饱和的是西溶液吗 那当然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还只是改变了一下温度呢 那如果我连溶质的种类都给它改变了呢 对不对 如果我连溶积的种类也改变了呢 所以我的同学们 在这里我只想告诉你们 龙溶液 西溶液与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之间的关系 龙溶液它不一定就是饱和的 西溶液它不一定就是不饱和的 但是对于同一温度下 同一种溶质在同一种溶积中所形成的溶液而言 此时此刻它饱和溶液的溶度一定比不饱和溶液的溶度要高 就这么简单 那么理解了龙溶液与西溶液之后呢 同学们我们还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如果这个溶液溶度大了 我想让它的溶度变得稀一点怎么办呢 这就是龙溶液的西溶 那么在西溶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我们要牢牢关注 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依据 那就是西溶前后 溶质的质量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是加溶剂来进行西溶的 所以当我们牢牢的利用这么一个核心问题来解决龙溶液西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龙溶液的西溶公式 它用龙溶液的质量 可以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同学们说老师 那这不就是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吗 对吧 因为龙溶液的质量分数是在于 龙溶液的质量除以整个溶液的质量的 所以龙溶质的质量就应该等于 整个溶液的质量乘以龙溶质的质量分数 那么现在你都是龙溶液 龙溶液的质量乘以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就是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 那么如果你加溶剂进行西溶之后 我们会发现溶质没变 对吧 只是溶剂变多了 所以此时此刻整个溶液的质量也会变多 那么我们得到西溶液之后 西溶液的质量乘以西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就是西溶液中溶质的质量 那么由于整个西溶过程当中 溶质的质量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龙溶液的质量乘以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等于西溶液的质量乘以西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找到了这么一个龙溶液的西溶公式 在这里这一二三四四个物理量 同学们 我只要找到其中的三个 我就可以计算出第四个 如果我们有龙溶液的质量 有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有西溶液的质量 我就可以计算出西溶液的质量分数 对不对 如果我有龙溶液的质量 龙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以及西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我就可以计算出西溶液的质量分数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的四则云算法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客户念习当中会设计 江老师到时候会给同学们一道来做一做 来看一看 来帮助同学们进行理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溶液的分类 以及溶液量度的简单应用 具体的应用 下一次课我们会再说 今天我们只讲量度的简单的应用 那么同学们说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块内容 没有复兴 对吧 哪一块内容呢 那就是溶液的配置 那么溶液的配置 我的同学们 我们就要了解 完成这个实验所需要的药品有哪些 对不对 那自然要有药品 要有蒸馏水 因为在我们的初中之道 我们所学习的溶液 一般都是水溶液 溶积为水的 都是把药品溶解在水中所形成的 但是这个药品有的时候是固体药品 有的时候我给你的是溶液液 是不是 所以此时此刻 当我们真正在配置的时候 我的图景们 它其实是分成两种图景来完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了解 我完成这个实验所需要的仪器有哪些 我们要烧杯 我们要玻璃棒 烧杯是进行固体物质溶解的 或者是液体物质溶解的这么一个仪器 玻璃棒是用来搅拌的 是加速溶解的 如果你是固体药品溶解在蒸馏水当中的话 我要天天码码和药池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液体 药品溶解在我们的溶解当中的话 那么液体药品你是用量桶去量取的 我们就要用量桶 对吧 然后精确的量取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使用 使用什么 脚头地管 这不就是我们的实验仪器吗 那么有了这些实验仪器之后 我的同学们紧接着我们就完成整个操作的过程 那么操作的过程 我的同学们 首先就是涉及计算 我计算计算 溶质要多少 溶质要多少 对不对 溶质 如果是固体 可以乘量 对吧 溶质要多少 对吧 液体液体 我们有量桶去量取 那么如果溶质也是液体呢 你就把这个溶质的体积也计算出来 就这么简单 然后怎么办 固体物质称量 液体物质量取 那么最后在烧杯当中溶解并搅拌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溶液的配置的过程 配置完毕之后 贴上标签就OK了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溶液这一部分要求同学们 能够掌握的这些最基础的知识点 我相信 在江老师的带领下 你们一定已经回忆出来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是 通过通过我们的立题来看看 他们到底是如何来进行考察的 所以接下来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 那就是经典立题的欣赏